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到play商店下载 play商店的图示就像您所观看到荧幕第二列最右边的这个图示 请点选它 进入画面以后请在搜寻栏位里打入台北市立图书馆 搜寻 通常搜寻的第一个选项就是我们要找的APP 它叫做iRead台北市立图书馆 认名这本蓝色的小书 点开它 点选后请继续安装 安装的过程是您手机速度有快有慢 等一下它会自动开启如果没有自动开启 您也可以点选开启的选项 安全扫描后 扫描后 请找到右下角的打开键 点开它 接下来请您允许APP存取您的装置 进入这个画面 恭喜您已经成功进入台北市立图书馆的APP咯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产生行动借阅证 请您找到画面里选项里的第一列 最右边有一个条码的图示 点选它 进入以后 请在请输入借阅证号栏位 打入您的身份证字号 请输入密码的部分 如果您没有更改过您的密码 那应该是预设生日的月跟日四码 如果您想要加速下次登入的速度 您可以记住本次输入证号 往右滑 变成绿色的就可以了 接着按下登录 阅读完个人资料维护声明 请按下同意 接着产生行动借阅证 按下去 好看到这个条码以后 就代表您已经成功产生行动借阅证了 透过这个条码 就可以开始结束了 继续 接着产生行动借阅 订阅 订阅 转发